今天看到一些Grid跌得挺誇張的 你看看擺臉 你看看領戰這麼大 膠頭這麼厲害 大家最熟悉它都跌成半成有多 越瘦那些跌成一成一 其實上星期美聯儲局議息之後 大家都知道其實不停加 不會手軟的 所以色的敏感股 開始沽得緊要 例如你領戰五連陰 就穿了三月的低位 在近兩年的低位 今天如果你看看 其實幾乎全部上市的 就是防塑都要破底 見最少五十二周低位 加息當然 你不利防塑 因為大家知道 你現在美息都去到成 大家都猜到 加到成四里四 四里六 明天有人看四里六 如果你看現在美國十年期 國債的知識 其實未破到四里 但問題 就是如果你買這些 我們陣陣的防塑 你一定要在美國十年期債 上面 那個息口上面 你要加些premium 你才會肯買下去 領戰得五里 可能未必大家覺得吸引 究竟這些個別 就是那個息率 單位數 甚至乎一些雙位數的reeds 大家會覺得 其實雙位數的息率已經很高 那為什麼都一起要沽 沽下來呢 Casper 其實幾件事 因為大家為什麼會 好像 為領戰 那個價錢一直都這麼貴 估值相對又貴一些 高一些 但是為什麼都 好像沽得那麼大力 反而其他那些又沽得多了呢 第一件事就是 其實因為領戰 它本身的規模比較大 大家都知道 其實供應的就是 資產一定是好些的 可能是一些 香港的屋邨商場 那第一件事就是 你說屋邨商場 那其實這些 就是天嵐下來 它都不會嵐的 就是你怎麼都要吃 多龍吃大家樂 就是你怎麼都要開飯的 或者買菜的 那所以 他們在那個疫情期間 又或者經濟起伏的時候 對於他們那個的影響 就會相對比較低一點 那所以呢 其實你會看到 為什麼領戰 一直都是比較硬一點點 就是因為它的資產 跟它的經濟周期相關性 就比較低一點的 那還有就是另一件事 就是因為大家都公認 它的資產比較優質 所以給它高一點點 你見到它的股息率 沒有那麼高的 但是都仍然是頂到 在這些位置 那但是其他 你說了 可能是月秀 招商局防托 陽光雲虎 就是有一大堆 後面的那些危險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通常他們那些 一是有些 可能是酒店資產 有些可能是寫字樓 甚至就是有些危險 其實可能是 它本身的公司裡面 是借了錢 去再買一些的 一些的資產回來 去做投資 那會形成一個問題就是 就是你寫字樓 或者商場 這些很容易會受到 經濟周期影響 那還有如果你本身是 有借錢 有貸款去買一些 一些的投資物業回來 去做投資的時候 有機會你的資金成本 是有上升空間的 那所以呢 其實這一方面 就會已經是 令到那些可能是 二三線少少的 的利率 他們那個 投資價值會低了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其實你買得利率 很多人要不就當債券 即是當半fixed income 又或者是可能當買樓 去看這件事情 但問題就是 我現在 我就什麼都不做 我就這樣放下去 買美國的負債券 或者銀行做定期 我都差不多有四厘幾成了 那時候 如果我買到一隻利率 只有五厘六厘 那件事就很不值 那我的利率 會跌的 我是有風險的 那我是在一個 就是逆風的市況底下 然後我還要揹一個風險 但是我那個股息回報 居然就是沒有美國的負債 那麼高的話 那些人就會很容易 就是把這些高息股 全部扔下去了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都知道 就是那個盈利增長方面 這些股份一定是慢的 所以大家就近來 都好像對這些股份 沒有什麼興趣 好 所以 照Casper這樣說 譬如這些月秀招商局 十幾利息的那些 今天都要跌成四五個百分比 有它本身裏面的一些風險因素 持有些什麼的資產 大家雖然不會看到 只有一個股息 就湧進去 那問題來了 Casper 跌多久才行 怎樣去評估 大家會覺得 你不斷跌不斷跌 沒有理由無止境的 那究竟什麼為止 叫可以跌到尾聲 我覺得其實暫時 就是要看回 首先就是那個美金 如果你的美金繼續升 然後大家對於 美金的加息 預期都是繼續提高的時候 其實就很麻煩的 你說領展那些 我現在看著它 我看到它 它是五個百分比 那美國的負債券 都四個百分比 其實它跌到六個百分比 甚至再低一點 就是有可能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都是說回剛才的 資產質量方面的故事 所以短時間來講 其實我覺得那些 risk 你看到它這樣集體 大規模一樣 跟著一起破地 其實我覺得很多 就算是大型的 好像領戰這些 它再下多八至十個百分比 其實都真的不奇怪 所以短期內當然 我都覺得其實現在開始 是看到這些資產 是有點吸引的 但是吸引得來 其實就不是很急著去買的 因為應該之後 都會有些更低的位置 又或者可能是在底部 橫行很長時間 才會重新升上來 所以就 你現在勉強買下去 可能都真的會 爭息時間不出奇 既然是這樣 你不要就爭 一朝一夕 可能你說 我就算貴一兩元也好 我等它那個勢 或者整個氣氛 重新好一點點再賣 我也覺得是你遲